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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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杨茜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茜茜茜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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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这是庄子想象的一个特点 他广泛的借鉴神话 另外庄子的奇特想象 又跟他的哲学思想和思维方式有关 他不仅仅的是借鉴神话 庄子的思想 一个重要的地方就是主张奇物 所谓奇物最终要达到什么境界呢 天地与我并生 万物与我合一 打破物和我的界限 同时呢 他还启发人们突破僵化的思维模式的束缚 克服成见和成心 成见成心是什么 就是固定的一成不变的见解 一成不变的思维方式 比如你认为这件东西大 认为泰山很大 就一直认为它大 好像泰山就永远是大的 就想不到它还有小的一面 这就是成见成心 庄子主张要克服这些 让自己的思维灵活一点 这样才能达到精神境界的绝对自由 比如秋水这一篇 一开始讲了这么一个故事 黄河之神 河伯 秋天 下大雨 雨水都流到黄河里边 河水爆炸 黄河河面就很宽 站在岸边往对岸望去 是牛是马都看不清楚 于是河伯就欣然自喜 以为自己就是天下最壮观的景色 可是等他流到了北海 北海就是渤海 看到大海的广阔 他再回过头来看一看自己 他就觉得自己很渺小 就很惭愧地对海神说 他说如果我没到你这儿 我就会常见笑于大方之家 我就总觉得自己很大很美 就会被人见笑了 其实我很渺小 那么 何伯的这种态度 就是原来他这种态度 就是一种成见和诚心 他受自己的生活范围的束缚 他总是看到自己 就觉得自己很美 直到他看到了大海 他换了另一种生活的境界 来到了大海面前 他才觉得自己渺小 可是海神 跟他怎么说呢 说你也不要赞美我 我在天地之间 也无非就是像一块小石头籽 一块小木片一样 就像是太仓里的一粒米 马身上的一根毛 我也是很渺小的 那么这一番话 就把人的精神 带到了一个非常广阔的空间 让人的思维 思维空间突然就扩大了 精神豁然开朗 这就是克服成见成心的束缚 从宏观的角度来考察问题 所以庄子呢 他用这样的宏观的目光 去观照现实 也就激发出了非常奇特的想象 就是这样的宏观的目光 泽阳这一篇那篇 有一个故事 说魏王和齐国争夺土地 要发兵攻齐 那么会师请来很多人 劝谏魏王不要打仗 魏王不听 最后会师请了戴晋仁来劝谏他 戴晋仁就向魏王讲了一个故事 说蜗牛 蜗牛的两个处角 上面有两个国家 一个国家叫处 一个国家叫蛮 有一天处和蛮两国发生战争 争地而战 浮尸数万 杀死了数万人 竹北寻游五日而后返 打仗啊 追逐逃跑的一方 追了十五天才回来 那么这个魏王就不信 说这是荒诞 他就不相信 那么戴晋仁就说 你不相信 我来给你证实一下吧 说大王你让你的精神 在无边的宇宙中自由的翱翔 然后回到人间一个通达之国 这个通达之国非常大 可是这个时候你却觉得通达之国很小 小的若有若无 是不是这样 魏王说对 因为他跟宇宙相比太小了 然后戴晋仁说 那好 这个通达之国里头还有一个国 就是你的魏国 魏国里边还有一个地方 就是你的都城大梁 在大梁坐着一个王 就是大王你 你想想这个时候 你跟蜗牛角上那两个小国还有区别吗 魏王一听 没有区别 当他听到这的时候 再也不提 发兵去打魏国了 那么庄子 这其实 庄子这个预言 想象力是很惊人的 这故事很奇特 蜗牛角上怎么还能有两个国家 但是他呢 实际上就是用这种宏观考察的视野 去看问题 把人间比作蜗牛角上这两个国家 把人间的争斗 战争比作这么微不足道的事情 这实际上是他的一种思维方式 如果你站在宇宙的角度来看问题 人间的这些纷争 是多么的无聊 多么的渺小 他是用这样的方法 说服了魏王 让魏王觉得实在没有价值 没有意义 这就是他的奇特的思维 奇特的想象 这种奇特的想象 与他这种宏观考察的思维事业有关 所以庄子 《天下篇》里边就说 庄子是以谬幽诸之说 荒唐之言 无端雅之词 也就是说 他都是以那种离奇的 无边无际的言论 实自纵而不党 就是说放纵自由 不拘一格 不主一家之说 不以鸡见之也 不以鸡见之也是 不主一家之说 鸡是什么 鸡脚 墙脚 如果一个人站到墙脚 他就不能转身了 他的后边就是墙 他只能朝着一面 朝着一面 就只能看到 前面这些 后边的东西 他再也看不到了 可是假如他要站到中间呢 他往哪个方向转身 前面都有很广阔的视野 那么鸡就是学术上的一种偏执 站在一家一派的立场上 看问题就像是站在墙角 你只能往这个方向看 所以你总是认为这样是对的 跟这样不同的就是错的 你要站在中心向四周看 才能看得更全面 才能够防止这种偏执的见解 所以庄子就是这样一种 实自尊而不堂 不以鸡见之也的这种学说 所以他的思维就非常灵活 想象就非常奇特 所以说庄子的奇轨 玄傲的哲学思想 和突破常规的思维方式 有力地激活了 他的聪隆的想象力 构成了全书 姿势红利的艺术课程 这是关于庄子的想象 庄子艺术特征的第三个方面 是一彩分成的预言故事 庄子书里边有很多的预言 他非常自觉地用预言来讲道理 为什么这样做 他认为他的道理很深奥 难以用语言充分表述 老子不就说过吗 老子的第一章 第一句话就讲什么 道可道非常道 明可明非常明 道要是能够用 寻常的语言表述出来 他就不是真正的道 庄子也这样看 那么怎么办呢 就得通过那些故事 是吧 不用寻常的语言 庄子里边也有这么一个故事 说有一个制造车轮的人 这个桓公在堂上读书 这个制作车轮的人叫轮扁 叫扁 就是阿扁那个扁 他叫轮扁 他问桓公读的什么书 桓公说是古人之书 那么 轮扁就说呀 那读的都 你读的都是糟粕 桓公就很生气 说我在这读书 你为什么妄加议论 你得说出道理来 为什么说我读的是糟粕 不然的话你就死 轮扁就说 我就是个工人 我用我的工作来跟你说吧 说我砍木头 制作车轮 用斧子砍木头 斧子下得太急 用力过猛 砍出的那个木头上那个眼啊 就大 因为车轮嘛 古代的车轮是这样的 这外边叫轮 中间这是轴 然后呢 把斧条插进去 对吧 那么在这和在这都要 凿出眼 然后把这个斧条也要凿的 和这个眼一边大 能插进去 可是如果眼凿的大了 插进去就松动 眼凿的小就插不进去 他说不大不小 得跟手用力的程度 跟手用力的程度有关 怎么用力才能够正好呢 他说 我是多年练就的这个本领 我无法用语言告诉我的儿子 我的儿子也没有办法从我这学到他 只能自己用心体会 所以我至今七十多岁了 还只能自己亲手制作车轮 儿子干不了这个活 因为我无法教会他 他说连制作车轮这样简单的工作 如果我都不能用语言传授给儿子 那么古人思想当中的那种精华 难道能用他们的语言传给我们吗 所以你读的书 那都是古人的语言 不是他们真正的思想 这些东西是糟粕 他这样看 这就是庄子的思想 庄子认为语言是乏力的 不能充分的表达思想 道可道非常道 那么怎么办 就要用故事 把道理包含在故事当中 让别人去领会 让别人去领会 所以庄子就大量的用语言 来表述思想 这和其他的诸子散文是不同的 其他诸子散文里边 偶尔用一些语言 来作为辅助手段 帮助道理说得更浅显通俗 而庄子根本就不把道理 从正面讲出来 他直接讲故事 比如逍遥游上来就讲大鹏的故事 是吧 他不说 他不先讲 什么是逍遥 什么是游 为什么要逍遥游 怎么才能逍遥游 他讲吗 他不讲 你比如寻子劝学 一会我们要讲 第一句话是什么 学不可一意 先讲观点 然后再论证 为什么学不可一意 可是庄子 逍遥游他这么讲吗 他不这么讲 他就讲故事 有一种鱼叫坤 变成大鹏 大鹏飞得很高 小鸟就嘲笑他 他讲这些 至于什么是逍遥游 怎么是逍遥游 你从故事里边自己去领悟吧 所以 预言成为庄子表达哲学思想和人生体验的主要手段 不是辅助的 不是辅助手段 是庄子构建理论大厦的基本材料 如果把庄子里边的预言去掉 庄子这部书几乎就不复存在了 而庄子的预言呢 还有个特点 除了他想象力丰富 离奇古怪之外 他还具有混沌恍惚的特点 也就是故意不把道理讲清楚 意韵丰富 难于确止 让人们从中去领悟 这样人们就能够在原有的寓意之外 领悟到更为丰富的内涵 庄子就曾经说过 要得意妄言 从中领悟到了意 忘记那些言 忘记这个故事本身 领悟到故事 忘记讲述故事 更要忘记讲故事的那些语言 例如我们熟悉的庄丁解牛 你说它是什么道理 小学老师说 这就是庄丁 他勤学苦练 所以他解牛的技巧很高 对吧 那么中学老师说 庄丁他顺应自然 他了解牛的身体结构 所以他解牛的时候 那把刀就能够一直保持锋利 大学老师说 这是庄子的人生观 他要原都以为精 绕开各种矛盾 保全自己 这是他的养生之道 难道就是这些吗 那么庄子 在这篇里边 借庄丁之口说了 说 臣之所好者道也 近乎记矣 说我解牛用的不是技巧 是道 道才是最高的 这告诉你要得道 所以文慧君听了之后 就说了 我听了庄丁的话 就知道怎么养生了 你们看了这篇文章 知道怎么养生了吗 谁告诉你 是出去做操 变气功 还是吃药 还是怎么办 你知道了吗 好像还不知道 但是他告诉你 你要得道 是吧 要用道来解牛 要用道来养生 那么怎么才能得道呢 什么才是得道的境界呢 那里边庄丁 刚解牛的时候 眼前见到的是犬牛 到后来 眼睛已经看不见犬牛了 解牛的时候 观之止而神域行 各种感官知觉都停止了 只有神域在运行 他是用神域在解牛 得心应手 得道也是这样一种境界 我们刚才上节课不是说了吗 要堕肢体 畜聪明 自己的感觉器官都不用了 观之止 神域行 这样的 所以庄丁解牛里头 他包含的道理很深 另外他还告诉你 什么是得道的境界 得道就是自由 一开始解牛的时候 他是不自由的 解不好 经常把那把刀弄 炖了 到后来 是完全自由了 什么事情都有这么一个过程 由不自由到自由 这是一种境界 所以我们可以从中领悟出很多很多道理 他故意不把道理讲清楚 就是要让你自己去领 读者能够从作品中领悟到很多东西 甚至有些是作者没有告诉读者的 甚至作者本身都没有想到 那么这是一种什么现象呢 就是文学作品 才能够带给人的接受效果 科学论文不是这样的 作者要说什么 就要让你知道什么 要非常严谨 不能让 不能产生奇异 包括写历史也是这样的 发生了什么事 什么时间 什么地点 什么人物 什么原因 什么过程 什么结果 都要交代得清清楚楚 不能有奇异 可是文学作品 就不怕你产生奇异 一千个读者心中 可以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一千个读者心中 就有一千个刨钉 一千个刨钉解牛的寓意 对吧 每个人可以领悟到不同的东西 这就是庄子寓言的魅力 就是它的魅力 另外呢 庄子的寓言还善于叙事 叙事精彩 有的地方有引人入胜的情节 有细致逼真的描写 有绘声绘策的一束效果 比如这一段 写旅梁 障人捣水 游泳 说孔子关于旅梁 旅梁是神话 团书中的一座大山 不见得就是山东的山西的旅梁山 孔子关于旅梁 旅水三十任 这是一个大瀑布 很高 有三十任 一任是八尺 三八二百四十 二百四十尺 八十米啊 那么高的一个瀑布 流墨四十里 水下边 瀑布下边流墨四十里 原坨于别之所不能游 下边的水流得很急 连这些水生动物都不能游 这给人一种触目惊心之感 是吧 可是见一丈夫游之 一个男子却下到里边去游 这是让人产生了悬念 是吧 为什么他要是去游 以为有苦而欲死也 以为他想自杀呢 使弟子病流而整治 孔子就赶紧让弟子到下边去救他 到下游去救他 可是没想到 数百步而出 过了数百步 那个人从水里出来了 批发行歌而游于堂下 应该是水塘 他披着头发 一边走一边唱歌 在水塘下边 遨游 自由自在 没淹死他 你看这个故事 这个时候 孔子从而睡眼 到他前面就说话了 曰 无以子为鬼 查则人也 我以为你是鬼呢 你从水里出来 我以为你早淹死了呢 仔细一看 你还是人 请问 岛水有道乎 岛水也有道吗 你这么棒 于是那个人就讲了一番 岛水之道 这个岛水之道 其实就是 庄子要讲的道 这样的故事 是非常吸引人的 情节生动 曲折 是吧 善于描写 他通过这样生动的描写 去吸引人 让你读他的作品 去领悟他的道 接受他的道 第四个方面 是光阳自资的文章形式 光阳是一个连绵词 这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汪阳 汪阳自资 就像大海一样 看上去无边无际 而且自由自在 他的文章形式是这样的 章法是自由灵活 变化多端的 有的作品 有比较完整的篇章结构 像是什么 那一篇七篇 像《逍遥游》 《奇物论》 都有比较完整的篇章结构 还有的作品呢 保留了对话题的特点 这些呢 是在篇中通过一些独立的段落 从不同角度表达相对集中的观点 好多段对话连在一起 表达一种相对集中的观点 像是秋水 秋水里边有很多对话 庄子呢 他不按固定的程式去组织文章 喜欢信笔挥洒 不拘一格 一会儿说到这儿 一会儿说到那儿 我们看《逍遥游》 假如你是一个中学老师 你给中学生讲《逍遥游》 你想把握他这个文章的脉络 结构 那就很难了 对吧 他怎么 一会儿讲大鹏 一会儿讲小鸟 一会儿讲动物 一会儿讲植物 一会儿又讲人 这些到底是什么关系 跳跃性很大 而且他常常连缀 很多预言和对话 故意将行文的线索 隐藏起来 文章就跌宕开河 曲折有志 断与断之间 四断十连 看上去是断了 但是又有意脉上的联系 不仅一篇之内起伏变化 篇与篇之间也变化多端 各不相同 而且篇与篇之间 有的还互相呼应 像是那篇七篇 它有一种呼应 另外在语言方面也是这样 刚才说的是结构 章法 下面说语言 它对文学语言的运用 是纯熟自如精彩传神 比如《奇无论》里 有一段描写地赖 描写得非常深度 词汇非常丰富 变化非常奇妙 另外庄子呢 特别爱用新颖奇特的词汇 文学上有一种原则 叫做陌生化 庄子就特别爱追求一种陌生化的效果 他用一些奇特的词汇 比如打烟 捏燃 捏燃是什么呢 北方话里有泥 是吧 有点像傻 就是呆呆的 是吧 在那叫泥 听营 食业 你们猜一猜 什么叫食业 食业 你们猜 有人读过吧 食业是什么 那我再说一个跟它相似的名字 叫思臣 就是鸡 是吧 食业 另外还有一些虚构的稀奇古怪的人名 地名等等 那么这样给人以耳目以心之感 耳目以心 另外庄子所用的句法也是灵活多变 句法 灵活多变 独具风云 特别是他和会师的一些辩论 那个句法 更灵活 而且有的地方是押韵的 比如 逍遥游 逍遥游有的地方是押韵的 你们注意到了吗 比如这个会师和庄子辩论 会师说 他有一棵大树 乌有大树 明之为初 树之图 降者不顾 你听听是不是押韵的 这都是押韵的 读起来挺有意思 而且这个韵呢 是合起口来 乌这样的韵 有点像 有点像这个杜甫 毛屋为秋风所破歌 那个韵 他要追求那个效果 杜甫那首诗 为什么要追求那种效果呢 为什么要用这个韵呢 带点幽默感 这首诗 带点幽默感 庄子这儿也是 无有大树 明之为初 树之图 降者不顾 是吧 读起来 为什么这么说 为什么要这样 这儿谁说的话 不是庄子说的 会师说的 你看会师这么说 无有大树 明之为初 树之图 降者不顾 是不是有点糟蹋会师 是吧 这也增加了 作品的趣味性 增加了趣味性 再有像是句法 像是奇无论理这种 道行之而成 物为之而然 有自也而可 有自也而不可 有自也而然 有自也而不然 乌乎然 然于然 乌乎不然 不然于不然 乌乎可 可乎可 乌乎不可 不可于不可 物故有所然 物故有所可 无无不然 无无不可 你看看 光是这些语言 就给你绕得眼花缭乱 而他用的 用这些语言 为的是表达他那种 特殊的思想 然 可 是吧 然于然 可于可 这都是一些概念 一些思想 但是这样的东西 读起来呢 就很有韵味了 是吧 很有意思 所以鲁迅就说过 战国诸子当中 文词之负美者 实为道家 道家的文词 非常负美 虽然道家 崇尚自然 反对雕士 可是他们的文词 却是非常美的 而道家当中 又首推庄子 庄子的文章 可以说是 前无古人 而且也是后无来扯的 后人很少能超过他 好 庄子我们就讲到这 下边我们讲另一节 荀子 这就到了战国的晚期 荀子 韩非子 都是战国晚期的展文 我们先看 荀子的生平 和荀子这本书的编定 荀子他 名旷 叫荀旷 自清 又称为孙清 因为荀孙 读音相近 他是战国末期的赵国人 据书上记载 他十五岁时 到齐国纪夏游学 也有的书说 他是年五十来游学 那就太晚了 可能年十五 那么 他后来成为 齐国纪夏先生当中 最有声望的人物 后来到过秦国赵国 但是他的主张 没有被采纳 后来到了楚国 楚国的春生军 春生军呢 让他做蓝陵令 蓝陵在哪呢 就是现在山东南部 藻庄一带 那个时候 这个地方已经归了楚国了 春生军死后 他也被废弃了 就家居蓝陵 著书里说 他是儒家的代表人物 但是他的弟子 却有一些法家人 比如 韩非和李斯 所以他的思想 在儒家里边 很特殊 他的著作呢 就是寻子这部书 是汉代的流向编定的 最早叫孙清书 或孙清子 那么前二十六篇 是论说文 是寻清写的 大略以下的六篇 是他的弟子们 转集的 寻子的语录 大概是听课的记录 其中涉及的面很多 还有涉及到诗经的一些问题 下面我们看寻子的思想 他的思想 在儒家当中 有自己的特点 因为他是战国晚期的人 他既推崇礼义 又提倡法治 这是和早期儒家不同的 所以 有一些法家人物 也是他的弟子 另外 他和孟子不同 他提倡性恶论 认为人性是恶的 当然他的出发点是好的 他认为人 都有一种恶的本性 你要规范它 要让人学习 学习了礼义 来规范自己的本性 你就成为一个君子 他是这样讲 这和孟子呢 主要是看问题的角度不同 孟子认为 人性是善良的 他认为人 也有恶的一面 比如人 都好吃懒作 到关键时刻都要保全自己的生命 他说这些 从这些角度来看 就是恶 所以他认为 人性恶 说人性善呢 就是伪 伪是什么呢 他不是说虚伪 他说这叫人为 那么人为呢 就是后天养成的 所以人要通过后天的学习 去除那些恶 养成善良的东西 使自己成为君子 所以他又讲要积善成德 另外呢 寻子还提出一个观点 天行有常 天有他自己的规律 不畏遥存 不畏结王 无论是谣 还是结 也就是人间 不管怎么变化 是圣人当道 还是坏人当道 天的规律 都是不变的 同时天也不能干预人事 而人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 来驾驭 甚至改变天 他认为这叫治天命而用之 周朝人只是提出天命迷藏 但是还要顺应天命 要敬天命 但是寻子 他在这儿却提出 要治天命而用之 甚至还提出人定圣天 因为人可以通过自己的主观努力 战胜天 这些是非常积极的 有所为的思想 但是这种思想 不能被肆意夸大 如果肆意夸大这种思想 实际上是非常有害的 什么是天 天是自然 是自然的规律 规律就是不可抗拒 不可改变的 认为人可以抗拒和改变规律 那是人的主观意志 恶性膨胀 这样做 这样做没有不失败不碰钉子的 我小的时候就说人定圣天 人定圣天 一亩地说能拿几十万斤粮食 几天就能进入共产主义 结果怎么样 结果怎么样 失败 闹得全国没有饭吃 饿死人 这就是教许 人不能改变规律 不能对抗规律 不能主观意志 高度膨胀 怎么能激他 怎么能抗他 他要来 我们当时还没有办法 没有找到这个预防的办法 我们只是 齐心协力地度过了那个难关 只是这样 另外人不能胜天 最关键的一点 谁都得死 人不可能改变自然的规律 古代的帝王就想改变 去求仙呀 去吃药啊 能改变吗 改变不了 所以李赫的诗里就写 茂陵流浪 秋风客 说的就是汉武帝刘彻 他特别迷信 他要求仙 想长生不死 最后呢 还是被埋在茂陵里边了 对吧 所以人 不能真正的圣天 天就是天然 所以荀子这种思想 他有他积极的一面 但是不能够被肆意地夸大 过分地强调这种思想 就容易走向极端 荀子还有一些重要的文艺见解 他认为一切言论都以礼义为准 以圣王为师 不是来世为始 强调学习儒家经典 这样呢 就开了后代的 明道宗经 真圣的文学观的先生 一切文学都要明道 要以经为准 还要以圣人的标准为标准 他的主观意愿 也可能是好的 但是要求文艺都做到这样 实际上就容易束缚文艺的发展 特别是他讲这个文艺 还要以文艺要争圣 这个圣不是古代的圣人 是新圣 新圣是什么 就是现实中的当权者 认为他们就是圣人 所以是非 言论的是非 要以他们的标准为标准 后来 法家 主张 限制这个文艺 焚书坑儒 这种思想的苗头 可以在荀子这找到 他就是主张用政权的力量 用当权者的力量 来管制文艺 这是荀子的思想 下边我们看荀子这部书的写作特点 荀子的写作特点 很简单 它是成熟的严谨的论说文 它的散文发展为完整而详密的红篇巨制 篇幅很长 篇章结构严谨 完整 每篇都有一个标题 揭示中心思想 最初的散文是没有标题的 最初的诗也没有标题 是吧 而且篇中呢 有一个中心观点 围绕着中心观点 一层一层的展开论述 逻辑非常严谨 构思非常缜密 结构非常严整 论证很周详 条理很明晰 比如劝学 一开始第一句先提出中心论点 学不可以已 然后就讲学习的重要性 是吧 为什么学不可以已 清出于来而胜于来 为什么清能出于来而胜于来 这就是学习的作用 一个人本来素质一般 通过学习提高素质 成了君子 这就是清出于来而胜于来 然后又讲学习的正确态度 学习的具体内容 学习的步骤 方法 学习中注意的事项 最后归结到 学习应该达到的一种境界 要持久专一 达到全而翠的境界 成为一种全而翠的君子 而每一段内部又围绕一个分论点 展开论述 所以你要想学习怎么写论说文 你就可以以这样的文章为典范 去解剖一下它的结构 它的层次 然后你照着去学 另外它还发展了博论文体 常常是先引一个反面论点 然后旁征博引的去批驳它 最后再标明自己的正面的观点 这也是非常严谨的 博论文章 这是荀子的这种文体 再有从风格上看 荀子的特点是 纯厚鸳雅 文才斐然 这是儒者之文 儒者继承了西周以来的上文的传统 文质彬彬嘛 是吧 他们读过很多书 崇尚周代的典籍 也崇尚礼乐文化 为人彬彬有礼 所以写文章 纯厚鸳雅 文才斐然 荀子的文章呢 有学者气 平易 朴实 亲切自然 同时又引经据点 很有文才 有学问 还善于运用 比喻 才明道理 对同一件事情 反复的比喻 这是他的一个特点 显得苦口婆心 还重视修辞 辞到繁复 俱事整齐多变 比如这一段 我们看啊 积土成山 风雨兴烟 积水成渊 交融生烟 积善成德 而神明自得 圣心备烟 这是排比 是吧 而且这都是一系列的比喻啊 故不积魁步 无以至千里 不积小流 无以成江海 奇迹一跃 不能识步 奴马识驾 功在不舍 这又有 对偶的意味 妻而舍之 朽目不折 妻而不舍 金石可漏 这又有对偶的意味 同时他都是比喻 故无明明之智者 无昭昭之明 无昏昏之士者 无赫赫之功 行渠道者不智 适量 君者不容 目不能两师而明 耳不能两听而聪 腾蛇 无足而飞 只属 武济 而穷 你看 两两对账 而且押韵 读起来 真有点诗的意味 但是他不是诗 是吧 这就是 荀子这种文章 但是荀子呢 他有一个特点 他不用预言故事 他就是用比喻 不讲预言 不讲故事 尤其不讲 离奇古怪的故事 因为他是面对学生 在讲课 他不讲那些 荒诞的东西 荀子呢 就标志着古代的论说文 走向了成熟 他有成熟的论说文 而且是儒家的 后来汉代有一类论说文 就继承了这种传统 另外荀子里头 还有两类作品 就是成像和副片 这是真正的文学作品 是运文 成像是什么 成像是当时的人 充米的时候唱的歌 为了防止这个充米时候累 阿Q不是吗 在这个卫装干活 撑船变撑船 充米变充米 是吧 充米的时候很累 怎么一边充米一边唱歌 这自古就有 成像 这是每一节呀 都是采用这种 三三七四七的句式 讲述一种道理 整个成像有五十六节 我们就看其中一节吧 他说请成像 世之秧 什么是世之秧呢 世上的灾祸 成像是什么呢 像啊 就是扶着瞎子走路的人 成像就是帮着瞎子走路 也就是说辅佐人 世上的最大的灾祸是什么呢 余暗余暗多贤凉 人主啊 他余暗 昏暗不明 不知道贤凉 不知道任用贤才 甚至还陷害贤凉 人主无贤 如骨无相 何昌昌 人主没有贤人 就像瞎子 没有扶他走路的人 他内心是怅然的 是失落的 成像就是这样的文字 大概在当时是用来唱的 还有负 负篇一共有十篇作品 负篇这个负啊 是一种文体 但是这个标题很可能是后人给加进去的 但是这一组文章有十篇 现在还保留五篇 这是一种新的文体 负篇呢 采用隐语 也就是说民语的方式 猜民语 描写 每篇描写一种事物 假托 君臣问答 臣问君 君回答 比如针 这个针就是缝衣服的针 我们看啊 大臣先问 说有一种东西在这儿 生在山里边 住在屋子里 为什么生在山里呢 做针用的铁 出自于山 铁矿石 他无智无巧 善于制衣裳 不道不切 穿动而行 这针不是从衣服那个布上穿动而行吗 日夜合理 已成文章 就是把布缝在一起 已能合纵 又善连横 下父百姓 上世帝王 工业甚薄 却不见贤粮 没有人称赞他 实用则存 不用则王 用不着的时候 他就藏起来了 沉于不时 敢请之王 你告诉我这是什么吧 王也猜到了 就告诉他说 这种东西啊 刚出生的时候很大 等到他做成了之后 就变小了 所谓铁杵磨成针嘛 是吧 长其尾 而锐其飘 头是尖的 尾巴是很长的 拖着一根线呀 啊 这个一往一来 结尾已逝 尾巴要结起来 记一个疙瘩 才能够工作 咱们做过针线活吧 是吧 那个线上面 要不记一个疙瘩 你缝过去 一拽就出来了 白干了 是吧 尾声而是起 尾眼而是矣 就是他有个长尾巴的时候 就开始工作 那长尾巴没了 活就干完了 三以为父 管以为母 他的父亲是簪子 你看针是不是像个 头上插的簪子 那个形状 然后呢 他就用完了 就放到管子里 既能缝表 又以连理 说这就是真的道理 大王就猜到 那么这种作品 就叫做《富》 他通过猜民语的方式 描述了一种事物 用的是押韵的文字 很有趣味 而且是一问一答 后来的汉富 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 所以寻青 在富的发展史上 他有很重要的地位 好吧 关于这个荀子 我们就讲到这 下课吧 那么多不거 bastards 对 那么多厉害 我们下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